眼睛不可以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 哦 知道了 小朋友 好宝宝是要做好礼仪常规的哟 这样啊 我们就是有礼貌守规矩的乖小孩呢 十一 长者立 右悟做 长者做 命乃做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吃 退必吃 问起对 事物疑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十二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 要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孝顺恭敬 对待同族的兄长 堂兄姐 表兄姐 要如同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有爱尊敬 小朋友 我们不只要孝顺父母而已 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 也要如同对待父母一般的孝顺恭敬 对待堂表兄弟姐妹 也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有爱尊敬 这样你就是一位人见人爱的乖宝宝咯 十二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紧 早上起的早 晚上不熬夜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洗脸刷牙尖漱口 大小便后 勤洗手 养成卫生好习惯 才是健康好宝宝 井 十三 朝起早 夜眠吃 老易智 洗紫时 沉地罐 尖漱口 便尿回 折离 折禁手 为人子女 因早起 把握光阴 及时努力 如果经常晚睡 甚至熬夜 不但对身体健康不好 也影响了白天正常的坐席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早晨 早晨起床后 务必刷牙 洗脸 漱口 使精神清爽 有一个好的开始 而大小便后 一定要洗手 为了防止肠病毒 要学会洗手 手心手背 还有指缝肩 都要仔细搓洗哦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确保健康 圣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尘 及时当年立 岁月不待人 关闭症 扭闭结 瓦鱼旅 聚谨切 至官府 有定位 勿乱顿 至污秽 十四 关闭症 扭闭结 瓦鱼旅 聚谨切 至官府 有定位 勿乱顿 至污秽 要注重服装仪容的 整齐清洁 戴帽子 要戴端正 衣服扣子 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 应细紧 否则容易被绊倒 一切穿着 以稳重端庄为宜 回家后 衣 帽 鞋袜 都要放置定位 避免造成脏乱 要用的时候 又得找上半天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成功的一半 小朋友 好宝宝 要注重服装仪容的 整齐清洁哟 外出时 必须先把帽子戴正 扣子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 应细紧 回家后 衣服 帽子 鞋子 袜子 都要放在固定的地方 以免造成脏乱 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衣贵节 不贵华 上巡份 下衬家 对饮食 勿减则 时事可 勿过则 年方哨 勿饮酒 饮酒 饮酒 醉 醉为丑 食物 衣贵节 不贵华 上巡份 下衬家 对饮食 勿减则 时事可 勿过则 年方哨 不饮酒 饮酒 醉 醉为丑 穿衣服 需注重整洁 不必讲究 盈贵 名牌 华丽 穿着 应考量自己的身份 及场合 更要衡量家中的经济状况 才是持家之道 不要为了面子 更不要让人心救助 无味的开销 就是浪费 日常饮食 要注意均衡营养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 不要挑食 不可以偏食 三餐常吃八分饱 避免过量 以免增加身体的负担 为害健康 饮酒有害健康 要守法 青少年 未成年 不可以饮酒 成年人饮酒 也不要过量 试看罪汉 风烟风雨 丑态毕露 惹出多少是非啊 论语 食不厌精 惠不厌细 夫子劝勉我们 食物不要过分讲求精美 烹调不要过分要求细致 老子说 圣人为父不为牧 饮食是为了吃饱肚子 不是为了满足口目 当今的文明病 例如癌症 糖尿病等 多为营养过多 与营养失衡所造成 应注意 过分加工 太精致的食品 都含有化学添加物 有害健康 不宜食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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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